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访谈节目 是对这个David Sinclair的一个访谈 这个访谈比较长 我们会做好几集 分别来一点一点来讲 这个就是David Sinclair了 然后呢 David Sinclair他主要研究的方向呢 就是在遗传学领域 然后研究这个衰老的机制 衰老的原因 为什么会衰老 衰老的机制 以及怎样来这个延缓衰老 甚至暂停衰老 甚至逆转衰老 这个女主持人 她也非常激动 她觉得 因为她也 这个女主持人 她也是学这个 学这个生物啊 遗传学方面的 所以她也对这个问题 也很感兴趣 到底是 怎么一个机制 来可以 这个衰老的背后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机制 她非常迫不及待地 想要听 这个Sinclair来讲讲 David Sinclair他说 这个宇宙中的这个秘密 就是说这个衰老 是宇宙中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在三十年前 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选择从 那个酵母细胞 酵母啊 就是那个 做啤酒啊 然后做面包 发酵的那个酵母 来开始研究 酵母这个冲东西很小 小虫子 因为呢 所以他们这个 他们的生命周期也很短 然后虽然很小 这个酵母 它同样也是有一个 有有有一个 那个出生 长大 然后繁殖 然后到死亡 同样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因为他们的时间短 时间周期短 在实验室里面 比如说 我可以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就可以观察到 这个酵母的生啊死啊 然后就可以 很快地知道 他们的寿命 有没有加长 有没有减短 这比较方便研究 所以刚开始呢 他也是从这个 酵母细胞来开始研究这个衰老的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 许多在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呢 他现在可以说 已经对这个衰老的这个机制 是已经有所了解 知道为什么会导致衰老 以及我们如何可以来逆转这个衰老 到底是哪些这个突破呢 他先开始讲讲历史 大概在一九八几年 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人们开始研究发现 这个是有一些长寿基因 长寿基因来这个控制这个细胞的 这个衰老的 那个时候呢 他们不把这些基因 不把他们称作为抗衰老基因 而是称之为这个叫长寿基因 他们最先的研究呢 发现呢是在那个小虫子 就是那种蠕动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那种很小很小的虫子 大概一毫米以下 可能很小的那种小虫子 还有就是酵母 当然他们发现这个基因不光是在这两种动物 其实在人身上同样的也是存在的这种长寿基因 他们的发现呢是这样的 当你对这些动物让它一个断食 给它一个断食 就是给它一段时间不吃东西 比如说一天不吃东西 或者或者也有一段时间不吃 让它饿一饿 然后呢发现它的这个这个长寿基因呢 会表达更活跃 然后表现出呢 这个长寿的这个效果 就是发现呢 在这个让你让这个细胞或者这些动物 让它进行一个运动 或者说在一个断食 那么可以触发这些动物 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个长寿基因 然后呢让他们就可以 长寿基因可以实现对自己这个细胞本身的一些维护 和调理工作 然后呢就不会就不会像 像像平常那样老得那么快了 这位女主持人说呢 她刚开始时候呢 在那个USCD大学 森迪亚哥 她呢是学的化学 然后呢在一个生物技术 在一个小公司 就刚刚初创公司 那个公司其实就是Illumina Illumina Illumina现在是基因测序领域的一个 一个大佬了 Illumina 那个时候就 那个女主持人当时是在Illumina 创业公司里面干过 Illumina现在公司成长得也很厉害了 已经是生物测序界的巨头了 好她就在讲讲这个 这个女主持人就在讲她的故事 然后呢这个女主持人呢 她就在那个 做一些 这个生物化学方面的一些工作 然后就每天搞搞这个寺馆啊 什么的搞搞 她觉得呢很无聊 后来她就去了那个Solk Institute 那边去 想学学这个生物学方面的东西 这个女主持人呢 后来她就去学这个生物学 因为她原来是 主要是学的化学 对生物学基本上都没有上过什么课都不了解 后来她就加入一个实验室 当时她们也是用那个 那个小虫子 研究那个小虫子的那个 中国遗传学研究小虫子的长寿 然后呢他们是 把那个 她的那个 胰岛素 或者那个IGF1的那个信号通路 把它下降降低 降低了之后呢 然后她就发现那个小虫子 可以延长寿命 可以延长到 大概100% 就是说可以 寿命是原来的 两倍的寿命 那个时候她 研究这个 觉得非常激动 因为看到效果了嘛 当时 这个女主持人很激动 因为她在实验室里面 亲眼目睹了 原先这个小虫子 本来是应该死掉的小虫子 结果还是活得很年轻 有了 寿命比原来长了100% 非常激动 因为她想这种小虫子的这种基因 是不是在我们人身上也有啊 是不是也是同样控制我们人的寿命呢 这个Sinclair呢 就是说 确实是这样的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用这个各种小虫子动物做实验的时候 经常会有同事说 哎呀 我实验室里面那个 吃了NMN的那个 那个小老鼠 寿命长了 那个什么小虫子 寿命变长了 他们听到都会非常的激动 都会非常激动 因为他们都是 如果你是亲眼看见了 这个动物 在那里活蹦乱跳 本来是该死的 现在活蹦乱跳很年轻 那你是非常 是非常激动的 他们这个是感同身受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搞生物的 搞遗传的 所以都有这样的体验 Sinclair说了 大概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他们 他当时是在MIT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那边 大概在实验室里面 就是搞这个酵母细胞 酵母细胞一般来讲 他的寿命是七天一个星期 然后呢 他会在那个行为镜啊 下面那个小碟子里面 看到这个酵母细胞 因为酵母细胞是没有办法给他们起名字的 一个一个小细胞 他们是看数字 数目 数目 因为这个酵母 这个细胞看数目的变化 来知道他们这个分裂和成长 那个酵母细胞 当他养那个酵母细胞 他会看到他们慢慢的长大了 变胖了 然后又死掉了 他们因为 因为他们天天看天天看嘛 天天看这个酵母细胞 当他当这个酵母细胞死掉之后 他们也会有些悲伤 有些难过 他说他们同样都是作为生物学家 往往可能会对自己实验的这个动物 实验的对象 因为天长日久 天天看天天看 会产生一些羁绊 或者说 其实就是感情上的一些连接 联系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 自己这个实验的动物死了 或者 他就心里会很难 很难受 相反呢 当他如果看到他的 就通过他自己亲手的手段 比如说一些方法给这个动物吃什么东西 或者基因做什么事情 让这个 让这个动物 寿命 让这个动物或者细胞 寿命变长了 活得更年轻了 他们心里就很开心 就很开心 他说是这个生物学家 和这个实验动物 产生的这个牵绊 然后呢 这个女主持人呢 就请Sinclair 讲讲这个白粒如醇 以及这个Situin Situin就是那个长寿基因 长寿基因 然后呢 Sinclair说 他当时在这个MIT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发现了 有一个基因 叫做SIR4 这个长寿基因 还有七个 这是第四号这个长寿基因 第四号长寿基因 可以让这个酵母细胞 这个活的时间更长 然后说这个Situin 这个基因呢 它是 它是调控的这个DNA 这个长寿方面的这个东西 等一下啊 然后Sinclair 他们费了一些功夫 经过研究发现了这个SIR SIR的这个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呢 它是可以调控这个基因 开和关的 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可以把这个基因打开 或者关上 然后呢 他会发现了 他们这个基因的 这个蛋白质呢 经常会被分心 分心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这个DNA不稳定 DNA不稳定的时候呢 这个蛋白质本来是控制这个事情的 然后会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就会出现一些 我们继续听他讲啊 然后他们发现这个Situin呢 它是控制着这些基因 然后控制着这些基因的表达 那么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 是会是找到一个就是一个基因表达的调控开关 它是可以控制到这个寿命的 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 是因为他们当时是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些抗氧化的蛋白质啊 或者找到一些修补DNA损伤的一些霉啊 蛋白质啊 他们以为他们可能会找到这些东西 但是结果呢 他们是找到了一个控制基因表达的这么一个蛋白质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还可以控制这个细胞这个动物的寿命 然后有了这个发现之后呢 在这个在这个圈子里面呢 就这个酵母细胞呢 这个就停 酵母细胞研究这个这个长寿呢 就有点比较比较乐了 然后呢 有一个研究者呢 他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研究 这个有一个SIR2 SIR2号这个这个基因 他呢 一般来讲 一个酵母细胞里面 他只有一个SIR2的这个基因 但是呢 那个研究者呢 他让这个酵母细胞里面 多了一份SIR2的这个基因 就是多了一份这个长寿基因 本来一个细胞只有 比如说一个酵母 它里面只有一份这个长寿基因 现在那个研究者让他 一个酵母细变 一个酵母细胞里面 有两个长寿基因 那么结果发现什么呢 结果发现这个酵母 它就寿命延长了30% 然后经过这个研究者 以及他的实验室 以及这个SIR2的实验室研究 发现了这个SIR2的这个基因呢 他们研究了这个基因呢 它是类似于或者说模拟 可以达到一个热量限制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他这个基因 给他两份基因嘛 然后其实他达到的这个效果 跟这个热量限制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热量限制 也可以这样子延长这个30% 那么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 也就是说这个热量限制 也是通过这个长寿基因的表达 来实现这个说明的延长的 那么他们给这个酵母里面 双份的长寿基因 那么直接就提高了这个长寿基因的表达 那么那么他们没有热量限制 同样没有热量限制 但是提高了长寿基因的表达 也延长了寿命 那么这就是发现了一个突破 还有就是说 如果把这个酵母细胞里面的 这个长寿基因把它敲掉 就是把它拿掉 在这个酵母细胞里面 没有长寿基因的时候 你再给它这个热量限制 你会发现这个热量限制 不会起到任何延长寿命的效果 也就是说 这个热量限制你做了之后 但是它没有刺激到这个长寿基因 因为长寿基因被它们拿走了 这个酵母细胞里面没有长寿基因了 结果这个酵母也就没有长寿 也就是说虽然你是热量限制了 但是你没有长寿基因 也是白搭 这就搞清楚了 就是说热量限制是通过这个长寿基因 来实现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不进行热量限制 直接去刺激这个长寿基因 让它多表达 同样也能长寿 如果通过热量限制 来刺激长寿基因 让它表达多一点 也可以实现长寿 如果有热量限制 但是没有长寿基因 那你热量限制限了再多 也不能长寿 我们把这个里面这个逻辑 这个关系给理清楚了 然后随后的研究 就发现这个长寿基因 不光是酵母细胞 其他的动物身上也有 包括人的身上也有 也有这个长寿基因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然后这个女主持人就说 然后热量限制的话 当他们谈到热量限制的话 一般就是指比正常的饮食 减少30%到40%的热量 Sinclair说这个是的 他们这个老鼠身上做实验的话 一般就是减少30%到40%的热量 给这个老鼠 这个老鼠就肚子很饿 然后这个老鼠也过得很不开心 因为它肚子饿也过得不开心 然后如果是酵母的话 酵母因为很小 它们是在那个小碟子里面 小碟子里面 小碟子里面 就是它里面有这个培养液 然后他们就降低这个培养液 里面的这个糖 糖的含量 降低里面糖的含量 就能够实现对这个酵母的 这个热量限制 然后Sinclair继续说 现在呢 有那个叫间歇性断食 间歇性断食呢 也可以那个刺激 这个长寿基因的表达 然而呢 同时你也不用挨饿 不用每天都饿肚子 因为断食的话 那间歇性断食 你一周里面 可以有一天两天 这个断食 然后其他的日子 你能够是可以正常的吃的 所以不用挨饿 不用饿肚子 但是同样也可以实现这个 刺激长寿基因 表达的效果 好 已经快要18分钟了 我们这个视频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 发的时候会有麻烦 好 这个因为这期访谈比较长 我们先一段一段 这就是我们第一集 然后第二集第三集会继续 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有问题可以留言 反馈 好 谢谢 下期继续访谈第二集 下期继续关注 下期继续关注